那您原来是学化工的吗 然后去做这行 原来了解一点化工 没有去做 最近这个十多年吧 自己开始做 之前您是做哪行呀 做有几样 做过晶空水果 那都早了 过于那很少的时候 水果是批发水果 批发水果 晶合 全部做晶空水果 晶品里面没有过产的 所以也是很多的行业 做过来的 所以事业上是自己说了算 对吧 自己想做什么 自己怎么转型 都是自己来做主 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婚姻上 自己就做不了主呢 那个年代可能是父母包办 那您之前那个爱人是 也是什么邻居 同村的 林邦村的吧 林区的 那你父母当时看上他什么呢 非要给你包办 那么一个媳妇 那年代只要是我 这个情况我可色 如果我不定 下面兄弟没话定 你老大 我老二 就说你这个不能该 你该都放下来了 你不管好和坏 下面兄弟都行了 那会儿您多大岁数 结婚那会儿 结婚二十多 二十一 最早十二岁都定亲来了 啥都不懂 父母还是平都平都定了 就说那个人 将来是你媳妇 就是他了 那就那意思吧 那十二岁你哪就认识了 是吗 啥都不认识 又不说话 就不认识 见面不会说话 说啥话 父母也定 双方父母见面 财了一哥 定了 我爸我亲了什么 那那会儿你们不互相 说既然这是自己未来的媳妇 这是自己未来的老公 那不联络联络感情 那年代给大家唯一 见面说这个事 那就是了 好了 那你结婚多久发现 可能这俩人不太行吗 不是这俩人不太行 好多方面都不太行 对呀 哪些方面 可能父母啊 他父母参与的比较多 那你做生意 不就离开你们原来那个地方 把他带出来的吗 当时出去 我先出去的 他还在老家呢 最后一去呢 都往那儿做不成了 为什么不让你做了呀 那我明白 他就 我是希望多赚点钱 他就希望少赚点钱 就在 这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 你们应该有三个孩子了吧 那时间还有两个 最后有一个 那对总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 他为什么希望你少赚点钱 那他坦不到这样 就没有公共语言 我们两个一年说话 这个死多年 一年能说几句话 坚弃身边就 现在说不清 各一年都说不清 到最后你们俩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 就不在一块生活 还是怕社会的诱惑多 我觉得是 怕我不多 对呀 而且他是除外做生意 然后一旦 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 男人有钱就学坏嘛 对呀 我觉得他不跟这身边 肯定有这方面有便宜 从我们女人角度来说是这样 男人一优秀了 一有钱了 就技术面就大了 而且诱惑力也多了 在家就女人他们就挺担心的 但是他的心态 他要搞我这还是希望的 就挣得多一点 不希望就算得单 他是不想得挣我 但是我还是希望 为什么想找个人来领导你 说真的 我来这么多年可能说太自由了 就感觉到某方向 去哪儿不知道 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干啥干啥 上这个专家老师说了 我开车一天能转几个地方 天津的几个地方 一会儿再一会儿跑好几个地方 感觉到谁能来领导领导我 直直让我干啥干啥 哪怕受点压迫 我感觉到很痛快就行 受点压迫都行 那都行 我需要领导派的是吧 有整形的 我需要领导 真的 所以我当方向领导 我需要领导 你听懂好吗 反正如果我坐在你那个位置 我是独度了 我就觉得这位男生 你这样明白就好 自身条件特别好 所以说他对应的 他要求对方条件也非常完美 其实他这条件是很高的 我感觉 说得非常简单 但是实际我就感觉 你要求对方面 方方面面都得做到 因为人没有完美嘛 没有完人 但是您是需要做到最佳 也不是这样 如果他不当领导的话 也可以 是吧 那他就在听话 那不是听话 那你十万行都不用操了 因为我把这个家抓 抓这个后边这个事儿 抓好不行 家抓 生活抓好 家庭抓好